欢迎继续收看最关心到香港的南岛新闻 拜五就是鼓励过年围络的日子 为了关系组织团体 今天一集超早 第三顶公司和代表会 就特别到三间入价 准备到240分的年菜和健康米 丁丁的明星用品 来发散给予来的组织家庭 希望帮助他们欢喜过新年 本着一份和一份的年菜和明星用品 来和组织家庭 欢迎好过年 这也是第三顶公司和代表会 特别到三间的业务 准备到240分的年菜和健康米丁丁的明星用品 来发散给予来组织家庭 今天竹山镇公司结合了企业家 有包括吉父餐厅 居于紫器 泰泽 国际有限公司 共同来做关怀 弱势团体 就是地收入户 送年菜的相关活动 我们想说这样 只有大家的力量 一次把爱心温暖 送到每个需要照顾的众地收入身上 不要让他们有据手劳顿 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子搬 那集合了这样子的爱心 希望在年关之前 把这个爱心送到他们手上 当中年菜有鸡 有鸡 有肉 有粿 要够有油分 是真澎湃 要这样也表示 今年来分散 年菜不足时 有六岁家庭希望菜市部分 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来拜拜 使用 因此要吃也很大心 要真加菜市 让他们好拜拜来过年 今年跟去年的相差 因为我去年有一些 低收入户的反应 反应说 是不是能够给他们 先吃年菜除夕夜之前 是不是可以先拜个公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厨 就特别在规划了整只鸡 有鸡 有鱼 有胳口 红肉 但这五样的年菜都是应景的 他们只要经过加热就可以使用了 让我们低收入户除了在享受这个年菜之外呢 能够获得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健康 那更多人 低收入户的人需要照顾吃的健康 当然生活就会更健康 这位24号就是鼓励过年 有一个日子了 也希望透过这款的温度 让身心的企业 和才是下火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再回来到三天 露西家庭已经变得好 让他们无欢乐来贵好年 家庭参唱不到